我在這裡回答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補充的位置 關於醫治 聖經裡面所說的 就是神的同在帶來醫治 所以如果人越相信神的愛 和越愛慕神 神的同在越大 就可以越帶來醫治 所以也是處理生命 因為生命裡面有破口 煩惱、不開心、激氣勞嘈 那些都是可以影響醫治的 所以有很多人他們真的 相信神愛他 和放下煩惱、重擔罪 真是醫治更多 現在是有些問題的 我記得先回答 有個問題就是 那人本身有病 他不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這件事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很 爭議性的問題 一個爭議性的問題 就是 到底 什麼人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他要潔淨的程度 我就會這樣說 如果你用絕對的潔淨的程度 是沒有人去到那個位置 絕對潔淨的程度 是怎樣呢 我們靈魂離開身體那陣 就真的了 即是去天堂那時 一離開身體 那些人都說 鬆得不得了 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什麼重擔都沒有了 什麼怨恨都沒有了 但是整個人鬆了去見耶穌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去到那個位置 所以我來說 我覺得不是說 一百分之一百 沒有了問題 才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不過有些人很明顯的 明明有邪靈搞妖他 整天都發惡夢 那他應該處理生命 惡夢都有很多種的 有時候 潛意識影響 那他都可以尋求更多的醫治 然後他才開始為人按手祈禱 但是人都有輕微的問題 那你可以祈禱求神去保守和醫治 即是祝福 即是我自己就深信 你有信心 不是你夠好 是神可以做事 那這個我回答的問題 那另一個就是 如果有人得醫治是怎樣呢 的而且確聖經有講到 很有信心的人都有不得醫治 即未得醫治 譬如好像寶羅初次傳福音去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那他的同工提摩泰 屢次患病 所以稍微不離開 以巴伏提和特羅非摩 都是有病 以巴伏提幾乎要死 那呢 所以他們和寶羅一起 以巴伏提和寶羅一起 那你死不會一分鐘就死 即是前一分鐘很正常 下一分鐘就快要死 他當然是已經一段時間 即是寶羅都有和他祈禱 但是他都沒有得醫治 所以在我看的聖經來說 我就不會說他一定得醫治 但是我依然可以吩咐疾病離開 一一樣可以吩咐 一一樣可以祈求 一一樣可以親近神 讓神去做功 所以我就覺得 不是說 即是 即是我們 我自己 就會覺得 我們不能夠 擔保人家的病 一定好 但是我們說 神一定在你生命的療療計劃 這個可以擔保 神一定愛你 神一定祝福你 怎樣祝福 我不知道 無論病走不走 神都會祝福你的 你這裡聽話 親近神 神一定會祝福你的 這是我的回答 下一條問題是甚麼 按手和不按手 按手和不按手的分別 按手和不按手的分別 聖經耶穌很清楚說到按手 而耶穌本人也有按手 不過也有不按手 聖經耶穌很明顯說到按手的功效 按手 譬如門徒出去都是按手 在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試過操練很多 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 就是天天有個祈禱會 我們就操練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 然後又操練為人祈禱 很明顯發覺 按手是有分別 在聖年同在更加強 和距離有分別 越站起來越強烈 越有信心越強烈 我們試過為人們祈禱 他有信心 他的經歷是和其他不同的 譬如一班人坐在那裡 那個人會坐在那裡 他說你一說話我就感受到能力 但其他人可能沒有感受到的 這是很明顯的分別 我亦都告訴大家 甚至是有些人 他們的同神關係很強烈 以至是有 他周圍的那個神的同性很強烈 其中一個人 他應該九月會去菲律賓 我就會很想計劃去的 他是有菲律賓有醫治聚會 他一揮手 是幾百人一起跌倒的 哈哈哈哈 那是有很多 很多這些的影片 都去很多國家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興趣去 我找到一個時間 和我了解清楚 你有時間去 我們可以 有些人可以去一去 去 去 經歷一下 也去看一下他那種影響力 那這件事 就不是他一個人有 其實很多人有 不過他呢 是很常做這件事 很常做這件事 很多的聚會 都看到他揮手 跟著就好像波浪那樣 那這件事 不是他有的 波浪式的跌倒 是很多人都有這件事 那他是多次在電視 這個影片 Youtube 是有的 是人來的 是啊 他其實應該是西班牙的人 但是他又講英文的 他又講英文 他又講西班牙文的 就是這個人 如果有興趣 我看過這麼多個 他的旅程 在今年 是最近的那個 就是在菲律賓 最近在菲律賓 這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沒有人想問的 有沒有人想問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OK 那我希望大家是有信心 在我自己來講 我第一次的為人 祈禱得意志 是我完全沒有期望的 因為我完全沒有求意志 我只是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一個教會 我去港道 我問他 我可不可以為人 按手祈禱 他說可以 按手完 就有一個婆婆說 腰筋痛沒法去服 他跳起來很興奮 他扭來扭去 現在不痛了 另一個就站起來 就說肩膀不痛了 現在 還有一個就有邪靈 要趕出來 那就是第一次親眼看到 這次立即發生的 之後就有很多